高考前一周 我妈得到了大师给个锦囊 她说那就是高考答案 督促妹妹全篇背诵 上一世为了妹妹的前途 我把纸条撕了 妹妹如常考完高考 进了个不错的大学 只是她眼高手低 好高骛远 工作面试频频受阻 她和我妈把矛头指向我 认为我撕毁了答案 阻碍他们考上好大学过富裕人生 每天压榨我 对我非打击骂 最后甚至为了房产在我饮食里下毒 让我毫无尊严地死去 这一世我一定尊重他们的命运 让他们好好利用大师的锦囊 丁娟兴高采烈的 喊好消息的时候 我知道我重生了 重生在我妈拿回锦囊的那一天 上一世 她在高考前 偏偏到大师家里祷告 给大师不少好处 终于在高考前一周 拿到了大师预测的高考答案 她把答案给我妹妹 日日督促她的答案 我一眼看出这是一个骗局 虽然和妹妹关系并不好 但是出于做姐姐的责任心 我三发五次地劝说 他们放弃这种投机取巧的想法 最后更是把所谓的答案撕毁 让妹妹摆正心态 后来妹妹在剩余的三天里收了心 在高考考场上正常发挥 考了个不错的大学 可是毕业之后 巨大的就业压力让她崩溃 她的实习机会被轻大的学生抢走后 她更是恨我入骨 声称如果不是我的阻拦 她早靠锦囊里的答案考上清北了 现在只会是工作单位来抢她 我妈也认同她的观点 两人把生活中的不如意全加在我的身上 每天对我非打即骂 最后在我背中下慢性药 买下了我 买我的第二年怀孕运 她本来想把我一气掉 路过的一个大师说我以后必成大气 因为这个她才勉为其难把我留下 明白了真相 经历了生死 我早已清醒 这也是我一定做好一个旁观者 看他们是不是真的可以靠着锦囊扶腰之上 丁娟拿着金色锦囊进门的时候 我正在厨房准备中午的午饭 她眼睛和我对视 连忙把手里的锦囊藏了藏 饭还没做好 怎么不把你拦死算了 看见我第一句话就是挑刺 想起上一世她对我的苛呆 想起我死前那种痛不欲生 我攥紧了手里的刀 真想一刀解决了她 随后我强忍着怒火 深吸一口气 这样的人不配我尝命 快好了 最后一个菜下锅了 马上开饭 丁娟瞪我一眼 进了马明珠的房间 不多时 里面传来马明珠的惊呼声 真的吗 啊 太好了 小声点 大师说了 这个只能给一个人用 要不然就不灵了 别让马诺诺知道 我冷笑一声 还真用不着这么防着我 那东西摆在我面前 我都不会用 很快 那娘俩出来了 我像往常一样 弟妹顺眼的 把饭菜一个个摆上桌 等我把碗一个个放在桌上 马明珠抄起一碗粥 一把甩在我的脸上 上一世也是这样 正值夏季 我穿着短袖校服 满满一碗滚烫的热粥 瞬间把我脸烫出水泡 我的右手也被殃及 直到高考那天 依然火烧火燎的疼 那种钻心的疼痛 我现在都心有余悸 早料到马明珠没别好屁 所以这次我把粥放凉了 但是该演的戏还是要演 啊 妹妹你干什么 干什么 马默默 你今天可真是威风啊 你以为你是谁啊 我和谁一起玩 关你什么事 你还管上我了 还敢告我的状 下次再敢多管闲事 我就把刀甩你脸上 这事儿我知道马明珠做得出来 马明珠发疯 是因为今天我制止 她逃课的事情 临近高考 有人几时间发疯学习 也有人抓住 最后的上学时光 任性狂欢 马明珠很蠢 但是在我不厌其烦的监督下 成绩也能考二本 可是她任人不清 玩得好的闺蜜 心思都不在学习上 那几个家里根本不学习 到处玩乐 马明珠也跟着人家玩 今天在他们准备 偷溜出校门的时候 我把马明珠给拽了回来 马上就要高考了 这么重要的大考 你这几天别玩了 收收心 马上就解放了 在门口的几句劝说 恰好被马明珠的男神肖阳听到 她眼睛扫我俩一眼 马明珠觉得很没有面子 后来这事 不知道怎么被他们班主任知道了 马明珠被老师骂了一顿 这会儿 马明珠把各种仇怨全算我身上 我重生过来的时候 这闲事已经管了 我现在还要为上一辈子的自己擦屁股 马明珠叫我没回应她 捏着我的脖子 把我的头问进水池 厚重的油污沾在脸上 下水道的酸腐味道直冲鼻子 我挣扎着躲开 我也是为你好 马上考试了 你想玩也不差这两天 马明珠吃笑一声 手指尖重重地点在我的胸口 别以为我不知道 我不认识她 也不会和你抢的 我只希望你好好考试 马明珠推了我一把 脸上的得意掩盖不住 马默默 你管好你自己吧 你一个复读生 有什么资格在我面前说交 哼 这一次 你再没有考到重本 拿到学校的奖金 你这辈子都被想上大学了 这是我第二次参加高考 第一次我的成绩 只是普通一本的道 丁娟不准我上 哪怕我自己申请助学贷款都不行 复读一年 还是我班主任出的主意 如果我考到市里前三名 学校会给奖金 这些奖金让丁娟心动了 上一世 我唯唯诺诺 因为从小被丁娟洗脑 我对她说的话 言听计从 从来不敢反抗 就像一个被输入指令的机器人一样 她让我对妹妹好 我就对妹妹好 她让我不要去上学 我就只能退而求其次 选择复读 但我不是机器人 我有自己的思想 丁娟把马明珠拉进怀里安抚 温柔的眼神在看向我的时候 瞬间变得比冰刀还刺骨 你谁啊 当着那么多人的面 说我闺女 一天到晚那么多心眼 我告诉你 明珠她比你聪明的多 就算不学也能考得比你好 不用你加好心 我卑微地点了点头 看着丁娟红着马明珠出去下馆子 第二天 马明珠起得很晚 到教室的时候 第一节课都要结束了 语文老师看到马明珠懒散地走进教室 叹了口气 提醒了一句 同学们本来已经要高考了 老师也不想说你们影响你们的心情 但是有的同学的学习态度实在是太差了 这几天很重要 非常重要 大家一定要摆正心态 不要狂 不要傲 现在还没考试呢 拿到名校通知书 你们才有资格 这话的指向性很明确 不少同学扭头不屑地看着马明珠 他考试成绩中下 他的狂和傲完全没有理由 但是自从马明珠有了那个锦囊 心里十分有底气 从座位上蹭地站起来 把手中的笔猛地摔在桌子上 跟老师对质 老师你在说我吗 老师看着他被气笑了 你摔打谁呢 老师提醒你一句 你拿桌笔摔摔打打 你跟我交板呢 天天就知道阴阳怪气 马明珠说完 这下不仅老师笑了 全班都被逗笑了 班里的第一名都不敢这么说话 马明珠 成绩一直游荡在四百多分的人 说这话就像是在白日做梦 老师和我对视一眼 轻轻地摇了摇头 行 我等着你考状元 等着你打我的脸 马明珠还不知足 继续说道 我知道你喜欢马默默 但是我肯定能考得比他好 你不看好的学生 把你最看好的学生踩在脚下 让你知道你的眼光是有多差 下个铃声响了 语文老师挥挥手 示意大家下课 马明珠像是打声仗一样 得意地看着他 然后撞丝不经意地看上肖杨 这是在吸引肖杨注意 这天以后 马明珠就让丁娟为他请假 剩下的几天 他只用在家里备答案 每天拿出三个小时备答案 剩下的时间都在玩游戏 甚至日夜颠倒 每晚都能听到 他对着电脑破口大骂的声音 中午我做完饭 马明珠才刚起床 他在桌边坐定 阴测测地看着我 马默默 肯定能考状元 他算什么 丁娟连忙往马明珠饭碗里加菜 笑得一脸慈爱 两人母子子笑 画面温馨 马明珠一脸得意 但瞬间又变了脸色 又是这些菜 天天做这些 你不腻我都腻了 马明珠把筷子一摔 瞪了我一眼 转头冲丁娟撒娇 妈 我不想吃这些东西 我们出去吃吧 丁娟安抚完马明珠 立刻拿着筷子敲打我的碗 剩下的几天 多照顾你妹妹 每天你妹想吃啥你做啥 马明珠是个不折不扣的坏种 他有他的锦囊 按理说我对他完全没有威胁 但他却不肯放过我 在他心里 我考得越差 和他的差距越大 他打扮主任的脸越狠 所以他便招法地找上 每顿饭都让我做程序繁复的菜 大晚上突然进我的房间 拉我陪他打游戏 让我没有时间学习 精神尾米不振 更可恨的是 他把我三年来整理的错题集 全部撕毁 那是我最后复习的关键资料 上一世这件事 对我的打击很大 我整整两天都无所适从 后来才勉强稳住心态 这事我印象深刻 当然不会忘记 离高考还有三天的时候 学校准备放假 老师在交代注意事项的时候 雪白的纸片 从楼上洋洋洒洒地飘下来 同学们难掩躁动的内心 不少人捧着一落书上了天台 在欢呼声尖叫声里 无数纸片在风中飞扬 那是知识 也是禁锢 我在走廊里发愣 马明珠带着她的一群小姐妹 走到我面前 痛苦绝望的神情 那是我的错题集 最重要的东西 你把它们扔了 我记下来几天看什么 你怎么能这样呢 我不像上一世那样飞奔下楼 在一片池海里寻找一些碎片 而是站在原地哭泣 大声地控诉马明珠的恶行 马明珠就算你是我的妹妹 你也不能这么任性 那是我最重要的资料 你是我的亲妹妹啊 你为什么这么对我 我的哭声 在一片欢乐的氛围里很突兀 没多久 走廊里聚集了不少人 办公室里的老师走过来不少 老师本来就不喜欢 同学们的私职行为 现在对于马明珠的这种 故意使坏行为更是厌恶至极 同班同学都知道 马明珠前几天 在宇文老师面前的叫嚣 现在又把我的重要资料撕毁 她的居心 路人皆知 马明珠你是不是有病啊 你自己不好好学 你害你姐干什么 我的天哪 她真是太狠毒了吧 电视剧里才看到的事 居然被我遇到了 马默默真惨 这是不是可以报警啊 这也太坏了吧 以后千万离这种人远一点 众人的言语讽刺 和眼神凌迟 让马明珠备受打击 她梗着脖子 苍白无力地反驳 我没有 我想起上一世 我进入研究所工作 马明珠和我能跟萧阳一个单位 故意把我放在包里的实验数据泄露出去 如果不是萧阳的力宝 我可能早进了监狱 但却再也不能进入研究所工作 再也不能成为一个科学家 那个时候我被众人讨伐 我的痛苦她也该尝尝了 而且我要让她百倍千倍地还 不少同学可怜我的遭遇 纷纷把错题集复印一份送给我 我对此感激不尽 语文老师知道我家的情况 怕我回去被丁娟骂 被马明珠欺负 让我借住在她家 高考前一天 我正在看积累的作文素材 老师突然拍了拍我的肩膀 把她的手机递给了我 班级群里马明珠疯了一样地找我 因为这几天我的手机一直关机 她联系不上我 她又不知道老师的家在哪 这会儿她只能在群里疯狂地辱骂我 看了上面的消息我才知道 马明珠的准考证不见了 我是马默默 手机没电了 我没拿你的准考证 你终于出来了 我他妈以为你死了呢 不是你是谁 我把你资料撕了 你报复我 把我的准考证拿走了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最好快点还给我 不然明早你别想进考场 我考不了事 你也别想考 马明珠言语粗俗 再加上她平时的所作所为 大家对她没什么好印象 这回在场的几人都为我生缘 你别把别人都想成你 我感觉默默肯定不会做这种事的 就是啊 你准考证啥时候丢的 自己丢三落四的赖别人 我真的没有拿 会不会是你放在纸堆里 那天撕纸的时候被你撕掉了 这时一个马明珠的混混朋友 突然回了一句 我想起来了 那天咱们撕纸的时候 我好像见到过 明珠你是不是把准考证 加在计划本里了 当时四成岁块的时候 我还觉得眼熟呢 她的这个朋友 是我花一百块钱收买的 一百块钱只有一句台词 她很知足的 这话发完 马明珠隐身了 群里却热闹起来 我去 马明珠有病啊 就是 真的绝了 这种屈心眼 就这智商 还用高考吗 后来是老师下场 让大家好好复习 才让群里消停下来 毕竟关乎高考 学校领导也很重视 晚上的时候 马明珠的准考证补办下来 高考那两天 我过得很顺利 毕竟考过一次 而且上一时我的成绩很不错 我在那个暑假做家教 当低年级学弟学妹补习功课 那年的高考真题 我讲了很多遍 我还是挺有信心的 但是比我更有信心的是马明珠 大师告诉丁娟 考完千万不能对答案 对了答案 一切都成定局 如果不对答案 大师能在出成绩之前 再操作一番 帮他把记错的答案改过来 保证他能考状元 丁娟对此深信不疑 带着自己的状元女儿 到处旅游 我趁着他们出去玩的时间 回了趟家 拿走了我爸多年的日记 日记里有我生活的点滴 从我被丁娟买回来 到他生病去世为止 里面记录了生活的点滴 包括丁娟虐待我时 他的心痛和愧疚 在我爸马圣平还活着的时候 我其实过得还可以 他对我和马明珠一视同仁 甚至因为丁娟苛待我 所以私下对我更好 他总说我是他的福星 为了让我有安全感 他在房产证上写着我的名字 只是好人不偿命 他在我十岁的时候去世了 从那以后 我就过着生不如死的生活 知道他的日记 还是马明珠告诉我的 上一世我被他下毒 身体肿胀神志不清 他拿着爸爸的日记 在我耳边念叨 你不过是个被拐来的孩子 你凭什么和我抢父爱 凭什么凭什么 你就是个丧门星 爸爸对你好 他就死得早 他肯定后悔死了 他说着 长长的指甲掐在我的身上 马默默 你知道我为什么要给你下毒吗 因为我要让肖阳后悔 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 全身浮肿 眼神木认 浑身都是磋疮 真让人恶心 你说肖阳看着这样的 你还愿意娶你吗 你甚至连做都做不起来 你说你活着有什么意思 马默默 你早该死了 你死了我 才能拿回属于我的东西了 哪怕我总安慰自己已经过去 但是那种无法支配 自己身体的无力感 还是让我恐惧 不能走 不能跑 甚至无法坐直 不能思考 不能说话 嘴角永远垂着口水 那是很没有尊严的活法 这都拜马明珠所赐 我永远都不会忘记 丁娟早就打听好了 高考状元 高中学校会给万奖金 考入的高校会给万奖金 附近的一个楼盘正要开盘 正等着学校的状元 帮他们宣传呢 听说宣传力不很大 不仅要送状元 价值百万的房子 还会给万的奖金 丁娟和马明珠了解情况之后 超前消费 觉得自己成为百万富翁 只是时间问题 这些奖励早晚是自己的囊中之物 整个暑期 我都在忙碌的做家教老师 而马明珠在各处旅游 海边沙滩 大型游艇 名牌包包 马明珠的朋友圈 成了大家长见识的地方 为了证明自己拍的是实景 每到一个地方 马明珠都会在群里打视频电话 出于好奇 不少同学还是接了起来 马明珠 你家要拆迁了 你怎么这么奢侈 去那么多地方旅游 马明珠歪着脑袋 缓缓把墨镜摘了下来 大家才看到 她的脸有了些变化 做了双眼皮 她的眼角 而且鼻梁好像也比之前高了一些 哇 你整容了 这得多少钱啊 马明珠撇撇嘴 歪着脑袋 装作不在意的开口 没多少钱 十几个吧 而且我家没有拆迁 我靠自己成的百万富翁 靠自己拥有的这一切 说着把手机转向一边的丁娟 我靠自己 所以就带我妈妈出国旅游了 躺在沙滩椅上的丁娟 倒是很适配合 谢谢我的宝贝 妈妈最幸福的事情 就是有你这个贴心小棉袄 在家闲得无聊的众人 更好奇了 马明珠你做的什么这么赚钱 能带带我吗 我在家都长毛了 我也想赚钱 也想去旅游 其他人听到也纷纷硬喝 对啊对啊 打游戏打了我脑袋疼 在家太闲了 马明珠吃笑了一下 拉长声音 懒洋洋的回复大家 哎呀 我的成功是不可复制的 而且你们已经没有机会了 当时我正和肖阳 在一家咖啡厅里 商量报考那个学校的事情 肖阳被马明珠的话 勾起了好奇心 扭头问我 他到底是因为什么这么有钱 贷款啊 嗯 嗯 的确是贷款 丁娟和马明珠 把我爸爸留下的房子抵押贷款 用这些钱四处旅游 高调买买买 马明珠故弄玄虚 群里不少人被勾得越来越感兴趣 一群人围着他追问 到底是因为什么 过了几分钟 马明珠看把大家的胃口掉足了 便开了口 考得足够好就行了 只要考了第一 成了状元 到时候学校讲钱 高校为了争我入学也会讲钱 还有什么房地产开盘啊 大型超市开业啊 为了吸引人 他们都会给钱请我去的 我就是未来的百万富翁 我现在先花点钱也很合理吧 听他说完 一群人愣住了 以为他因为高考压力太大疯了 另一些听到马明珠的畅想 脸都要笑烂了 你去检查过脑子吗 或者去找心理专家看看呢 我每次比你多考多分 考状元这话 我吹牛都不敢吹 还有一些女孩子心善 提醒马明珠不要超前消费 马明珠当然不会听了 毕竟昨晚丁娟 才收到大师的视频电话 大师懵人很有一套 把事说得有鼻子有眼的 你们家这个马明珠 被答案太马虎了 英语答案怎么写错那么多呢 几个阅读理解的答案都被串了 说完 食指蹭了蹭下巴 看丁娟和马明珠被吓得团团转 你这孩子 你怎么背都背不好 丁娟点着马明珠的脑袋鼠咯 他们花出去那么多钱 不仅包括房子贷款的钱 还有很多信用卡里的钱 如果马明珠考不上状元 那他们大师 你可得帮帮我们啊 不管怎么样 可一定得让孩子的第一啊 你放心 你帮忙了 钱一定到位 大师听到了满意的答复 抬了抬手 淡淡开口 你说的这些我都明白 我昨天做法 把答案都修改了过来 这事啊 耗费精力啊 说着虚弱的咳嗽了几声 你放心 马明珠的分数 没有人会超越 你们只要在分数出来的那天 等得各个高校的抢人电话就行 一切都办妥了 心情坐了一圈 过山车的母女俩 终于放下了心 为了表达感谢 丁娟又给大师 打过去五万块钱 现在马明珠听到 有人在质疑她 她当然气恼 你们自己做不到 不代表别人做不到 你们敢不敢跟我打赌 赌什么 如果我得了状元 你们就绕着校园大喊 我是废物 马明珠得意的笑了笑 冲镜头挑了挑眉 怎么样 敢不敢 如果你输了呢 如果我输了 我就绕着操场裸奔行了吧 玩这么大 我可录平了 到时候大家愿赌服输 快出成绩了 群里有人聊报考的事情 马明珠不甘心被忽视 接连在群里发几次大红包 大家抢得倒是迅速 有几个看透了马明珠的虚荣心 接连不断地捧她 群里叮铃叹当当的声音一直不断 成绩出来 那天我在自己租住的房间里泪流满面 重来意识 那种得偿所愿的感觉 依然让我感动 那么多天的努力 每天伴着微光上学 看着星光放学 每天坐十几个小时的硬板凳 上厕所要跑 去食堂要跑 不能打扮 最好剪短发 做学生的主要任务是学习 连看课外书 都是浪费时间的高中时光终于结束了 我的痛苦煎熬终于有了回报 我跟老师报喜之后 自己在小小的出租屋里狂欢 这一次我要完成我的梦想 努力做科研 当然也要让丁娟和马明珠血债血肠 当晚群里热闹非凡 有人晒出成绩 也有人默不作声 不过大家都对马明珠的成绩很好奇 怎么可能啊 啊啊啊啊 马明珠坐在电脑面前 把手里的鼠标敲打得帮帮响 几次刷新之后 二百多分的总分依然没有变化 马明珠拿起桌上的键盘 疯狂地打砸电脑屏幕 啊啊啊 不可能 这不可能是真的 丁娟也被二百多分的成绩吓猛了 看着马明珠发疯也不敢去拉 等了半场 终于想起来求大师帮忙 不过现在哪还能找到大师的影子 手机被加入黑名单 微信被拉黑 一种恐怖的意识 让丁娟的心凉了半截 难道自己被骗了 马明珠咬牙切齿地 一下下锤打着电脑屏幕 屏幕的碎片四分五裂 把她坐着精美指甲的手背 滑得鲜血淋漓 明珠别砸了 我们我们去找大师 她会给我们想办法的 走 我们丁娟的话越来越没有底气 正机械地打砸着电脑的马明珠 听到大师两个字 像突然回了魂一样 猛地转过身 找她有什么用 成绩都出来了 找她有什么用 都怪你 都怪你听这片子的话 那里早就人去了空 各个信用卡都已经逾期 为了挽回损失 丁娟报了警 媒体对这件事十分关注 这样的典型事件 很有教育意义 丁娟和马明珠 被挂在头板头条上 热度不断攀升 悟信大师有答案 高三女生高考 只得200分 马明珠只考了200多分的消息 被传遍了校园 群里因为这件事 瞬间炸开了锅 我就说 马明珠当时怎么那么自信 原来是准备作弊 天哪 这种事怎么会有人相信啊 我不理解 他还超前消费 花了那么多钱 真是太可笑了 马明珠性格跋扈 误以为自己有答案的那段时间 更是不把任何人看在眼里 大家对他早就烦得不行 现在不少人看他笑话 不是说考不上状元 就要裸奔吗 马明珠你啥受奔啊 我去给你捧场 丁娟打电话 让我回家的那天 我正在一家西餐厅吃牛排 说来有些可悲 活了两辈子 我还没有吃过一次牛排 上一世 马明珠毕业后 一直在家躺试 丁娟在我找到工作之后 也辞去了工作 我虽然工作不错 但是工资大部分都寄回了家里 供他们母女的开销 自己的日子过得紧紧巴巴 漂亮的衣服 豪华的餐厅 这些都让我有不配的感 我妈妈和妹妹还没有享受过 我怎么可以独享 直到后来被投毒快病死的时候 我才知道他们过得有多好 我舍不得花的钱被他们任意挥霍 丁娟不厌其烦地打了很多次 对我调成精英的手机明明暗暗地闪 我感受着手机微微的震动 脑海里浮现着丁娟被急得抓耳挠腮的样子 嘴里的牛排变得更加美味 我拿起手帕擦了擦嘴 慢悠悠地接起了电话 喂 马墨墨你是死了吗 现在才接电话 快点滚回来签字 这么急不可耐 看来是被债主追上门了 我抿了一口红酒利落地挂断了电话 等我刚进了家门 丁娟立刻冲过来甩了我几个巴掌 让你快点回来快点回来 你听不懂人话 你听不懂人话吗 丁娟脸打带踹的让我眼冒惊心 我微微缩缩地倒退两步 嘴里不断求饶 妈 别打我了 别打了 说着不断调整角度 让丁娟正对着钟表里的摄像头 赶紧在这上面签字 把房子卖了 一边等着的男人凶神恶煞 手指重重地在纸上点了几下 妈 这房子是爸爸留下来的唯一的东西 求你别卖 求你了 丁娟早没了耐心 手掌不断往我身上招呼 不卖 不卖欠的债怎么办 把你卖了吗 一边的男人一笑着摸着脸 眼睛像毒液一样 在我身上打亮一番 他倒是也能卖 嘿嘿嘿 丁娟听了这话 眼里冒出了金光 一边的马明珠立刻拉着她的手臂 眼语间满是雀跃 妈 对啊 咱们可以把她卖了底债 这剧情真是出乎我的预料啊 妈 别卖我 我考得很好的 我会好好挣钱孝敬您的 求您别卖我 听说我考得很好 马明珠眼里的恨更是不加掩饰 你在炫耀什么 你考得好有多了不起吗 你在讽刺谁呢 贱人贱人 马明珠一下鼻下狠地掐在我身上 我的尖叫声喊痛声 一下鼻下凄惨 丁娟对这一切是若无补 甩开我拉着她衣袖的手 继续和那男人商量价钱 我跟你保证她肯定是干净的 你出五万太少了 你起码要十万的 看时机差不多 我推开马明珠飞快跑出门 萧阳已经等在门口 看到我捧头垢面 浑身亲自地跑过来瞬间红了眼圈 马默默 你疼不疼 我拍了拍她的脸 告诉她 没关系 我有办法让她们更疼 接下来的几天 丁娟和马明珠轮番给我打电话 一会儿威胁 一会儿哀求 掉了他们半个月 我准备行动了 萧阳不小心透露了我的出租位置 丁娟和马明珠带着几个男人找上门 我开了门 丁娟和马明珠立刻扑了过来 我推开挡在我身前的萧阳 硬生生挨下几个耳光 受了这么多年的委屈 最后这一哆嗦 一定要把戏做足了 我被打得嘴角流血 虚弱地抱着头 躲在警察和记者的身后 这时候丁娟才看清楚眼前的形势 你们干什么 我打我自己的女儿有问题吗 丁娟女士 我们接到报案 你涉嫌拐卖儿童罪 请跟我们走一趟 警察话一说完 丁娟呆滞的愣了几秒 一双眼睛看到我的时候 突然想到了什么 尖叫着朝我扑过来 你敢去报警 我把你养这么大 你居然敢报警 你个狼心狗废的东西 我打死你 丁娟这几天 被突然的变故弄得精神崩溃 这会儿也没有审视夺势的能力 在警察面前 居然像个扑腹一样 叫骂死打 我找来的记者很敬业 对这种混乱的局面十分满意 摄像大哥用身体护着镜头 在混乱的画面里 把丁娟进行了度无死角拍摄 最后 由于丁娟袭警 他被戴上手铐带走 丁娟被骗的热度还没有下去 他拐卖儿童的新闻 又让他活了一把 我安在客厅的摄像头里 他跟那个男人的对话 被听得一清二楚 我身上的伤疤 父亲的日记 同学的佐证 更是不争的事实 于是 一条清晰的故事线被整理出来 18年前 丁娟因为无法生育 购买一名被拐女英马莫莫 第二年生下亲生女儿马明珠 随后的十几年间 对被拐女英马莫莫进行虐待 今年由于丁娟和马明珠 想要高考作弊被骗 两人挥霍多年积蓄 欠下巨额债款 丁娟和马明珠母女 合计将马莫莫 以十万块钱卖给不法分子 要求她以身抵债 一时间丁娟去死这次条 在热搜榜上居高不下 这件事社会影响很恶劣 民众的意愿对量刑也有一定的影响 马明珠也没有逃脱被网报的命运 她之前在班级群里的言论 也被报了出来 不少人让马明珠信手承诺 出来裸奔 当地的复联找到我了解情况 得知我高考成绩优异 准备资助我上大学 被我拒绝 比我不幸的女孩不在少数 她们还在痛苦里挣扎 她们更需要帮助 更需要上学的机会 关于我的报道 也被多家媒体接连转载 这个夏天 我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出了名 马明珠一直求我把房子还给她 这是爸爸留下来的 你不是她的女儿 你凭什么继承 爸爸对你那么好 你现在要把她的亲生女儿 往绝路上逼 你不怕自己遭报应吗 马莫莫把房子给我吧 求求你了 我快被逼死了 求求你了 我想过把房子还给马明珠 看在爸爸的面子上 但是在他们商量着 把我卖了抵债的时候 我突然清醒 对他们的容忍和退让 就是对我自己的背叛 那个对他们怀有仁慈之心的马莫莫 已经被他们害死了 我把爸爸留下来的房子卖了出去 得到的钱 捐给了当地的福利院 马明珠走投无路 在群里哭诉 让大家把他发的红包还给他 有人还了 有人让他愿赌服输 到街上裸奔 为了收回红包 马明珠妥协了 那个夏天的另一个爆炸性新闻 就是马明珠街头裸奔 后来听说他被追债的人带走了 至于怎么还债并不难猜 我去监狱看丁娟的时候 很好心地把马明珠的近况告诉了他 虽然马明珠恨他入骨 也从来没有来看过他 但他毕竟是自己 捧在手心里18年的亲生女儿 丁娟跪地磕头 不断哀求我救救马明珠 你救救他 是我对不起你 我去死 求你救救他 丁娟是撞墙自杀的 死状惨烈 马明珠最后也没有去领遗体 不知道最后丁娟被怎么处理了 我了我的新生活 没有这对母女的拖累 大学时期勤工俭学过的还算不错 毕业后也顺利地进入了科研所 继续我的研究 再见到马明珠是在泰国的街头 马明珠操着一口别角的泰语 在街头拉人照相 他脸上动刀的地方变得格外明显 看着有些圣人 他无视有可惊恐的表情 来回比划说自己是人妖 可以照相 街上来往的人不少 他还在卖力地推销自己 我给国内的熟人打了通电话 才知道他居然是逃出来的 不过很快就会有人把他带走 毕竟欠债是要还的 肖阳牵着我的手在海边漫步 我没有跟他提起过我重生的事情 但他对我的信任好像是出自本能 尊重我的决定 当我完成反击 从没有问过为什么 有时候我甚至觉得他也像个重生者 不然为什么看向我的时候 眼里总是带着些失而复得的喜悦 婚后第五年 我们去山区为孩子们做科普 回城遇到了明治流 我为了就一个小女孩被卷进沙石里 身体浮浮沉沉 身体被石块划得皮开肉绽 黑暗 窒息 恐惧 那是接近死亡的感觉 不过还好 那个小女孩还活着 她被吓坏了 一直在岸边痛哭 她的红裙子离我越来越远 我的意识逐渐消失 在黑暗里 我好像做了个梦 梦到上一世 我被丁娟和马明珠囚禁起来的日子 那天肖阳来看我了 我想对她笑 但是咧开的嘴里流出了口水 我有点难过 我不想这样见她 她也很难过 眼泪一颗一颗地滴在我的手上 我被她抱在怀里 感受到她胸腔里滚动的悲鸣 她要带我走 她说要帮我找出病因 让我接受专业的治疗 可是丁娟和马明珠不同意 他们说我和她没有结婚 她没有权利带我走 后来她每天都来陪我 带来了很多专业的医生 一个医生说 我可能中了毒 像是重金属中毒 马明珠慌了 那天丁娟拉着我的双手 马明珠灌我很多毒药 我死了 门外又响起萧阳焦急的声音 她看到我的遗照 身体发抖 一眨眼 萧阳已经有了白发 身形消瘦 她戴着眼镜 穿着宝蓝色的屁衫 在法庭上为我称词 她用了一辈子时间 调查出了我的死因 把丁娟和马明珠送进了监狱 身体上的疼痛越来越强烈 一片白色出现在我眼前 萧阳凑了过来 一向一着讲究的男人 此刻一动身上就掉下泥渣 她眼底布满泄丝 满脸胡渣 嘴巴干裂起皮 嘴唇颤抖 却始终没有说话 但我知道她要说什么 我告诉她 萧阳我也很爱你